大家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呢,我們到台南 今天到台南囉 來採訪這位 維家的主人 來自我介紹一下,然後介紹一下你的店好不好 大家好,我叫做Chris 我最近也常常拍影片 就是因為都是跟我們 那個男爸學 所以我跟他學了一大堆東西 然後現在我搞這一家 我們的維家 就是唯一的家 希望大家可以 常常來我們家 就是大家的家,一起來這邊住 然後來這邊玩 然後來這邊喝咖啡 玩遊戲,上課 全部都有啊,就是回到家就對了 所以這是一間 很有特色的民宿 但是提供的服務不只有民宿 它還是一個很棒的咖啡廳 然後還有一些遊戲 所以如果你是全家帶小孩子來的話 其實非常適合 那Chris是之前 大概一年前 加入藍人報 去年 3月的時候 一年多了 大概加入網路行銷的大家庭已經一年多了 然後我發現這一年多 也是進步蠻多的 所以可以跟大家談談看 你這一年多做了哪些網路行銷的動作 並用了哪些工具 真的是超多的 就是說 像我一開始加入我們 奶人報的時候 大概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就幾乎那時候就是只有 吃、睡 其他時間我都在看我們 非常讓人 我幾乎是一醒來 我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因為奶爸課程真的是超多的 然後那時候很棒的就是說 我就是邊看我就邊做 所以我大概這一個月的時間 我看完之後 我的網站也做好了 我的自我介紹的影片也做好了 我影片也做完了 然後我的那個部落格也做好了 所以其實 學習的速度很重要 然後學完之後的執行力更重要 所以這個是 做完之後呢 你有什麼感覺 或是對你的生意有什麼影響 我講真心話 就是說那時候 因為我剛好就是 後來我這些東西做完之後 我就開始 因為那時候我的微家還在蓋 這一棟還在蓋 因為我蓋老房子 我以前沒有蓋過老房子 以前的經驗不是這個 所以我老房子蓋好久 蓋了一年 那有人說我是很用心 對我是真的很用心 但是 是很痛苦 因為 就有很多困難 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一一把它解決 所以到我蓋完之後 我就開 才又真正的就是說 再把我們奶爸的東西 重拾到我的手上 那我就開始 現在我就是每週一部影片 很有恆心 我真的是每週一部影片 而且我是做得很開心 我想真的其實是 越做越的成就感 對對對 因為我就一直進步嘛 我剛開始影片說真的 也沒有那麼好 那時候第一部影片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同學 或奶爸都說 那個口條也不好 然後速度又太悶了 對對對 越改越好 對對對 現在我現在就越來越多技巧 對 我還會那個 我還有我自己版本的那種字幕機 好 欸我剛剛沒有分享 好不關 沒關係那個 那個留著自己用就好 不要隨便分享 就是ok啦 都很open 但是我們就自己 就是這樣子玩 每次都進步一點 進步一點 我覺得真的是很開心 對 我們奶爸真的超忙 所以真的執行很重要 就是只要你有做 你才知道怎麼去改進 然後我們懶人包裡面的 學生呢有 每一個群都一百多個人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給你一些意見 讓你可以越來越進步 進步越來越快 那今天我們怎麼會來這邊 欸今天是這樣的 其實就是我們 我就是發起一個活動 因為我們有為家這個場地 那我加入我們奶爸奶人包 一年多 那大家同學就是 我就是利用我們這個場地 把同學叫過來 我們就開這個 這個網路行銷的這個交流會 然後很開心 我們奶爸也從北部 從桃園這樣子 殺下來陪我們 真的是很窩心 真的是很棒 我們就是在這個活動裡面 我們就是 大家彼此交流 就是大家把自己 會的一些東西 彼此分享 就是我們 我們其實剛剛 這個會議真的是 滿無私的 就是大家都把自己會的 就是提供給自己的同學 我覺得就是這樣 一直交流 我們就一直進步一直進步 這個大家群真的是超棒 超棒 我們現在這個奶人包的大家族 已經將近五百個人 所以 我們每一個LINE群 都有一百多個人 我們有分為 悠遊班、初期班、經節班、影片班 所以我們每一個群 都一百多個人 那大家在裡面互相交流 然後實體的見面會的時候 又讓大家更熟悉彼此的產業別 然後可以互相提出問題 然後在這邊交流 這也是為什麼 這是從北部 從桃園到台南來的原因 因為我想看看 南部的學員 的成長狀況怎麼樣 後來發現其實 南部還滿多高手的喔 真的 滿多高手的喔 所以 好 今天非常感謝葵子辦這個活動 謝謝你 謝謝謝謝 希望下次我們還可以再繼續辦 這樣更豐盛的活動 一定可以 拜拜 拜拜 拜拜